好 接著要談噪音 我們剛剛講過的那個聽起來不開心的聲音叫噪音 可是這個不科學嘛 好聽的叫樂音不好聽叫噪音 可是跟你可能感受不同 那麼在法律上就是管制 超過管制的就叫做噪音 管制就是用分貝 響度 太大聲就叫做噪音 所以阿妹開演唱會那個也叫做噪音 因為它太大聲了 就這樣就這樣就太大聲了 好你給我放一個冰雲加強曲 放得太大聲 它也叫做噪音 不要說阿 這是世界名曲 沒有 太大聲就叫做噪音 然後會根據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時間 比如說晚上要小一點 白天可以大一點 住宅區要小一點 住宅區可以大一點 因為有不同的管制要整 就甭管制知道這麼一回事就可以 知道有這麼一回事就夠了 可是超過管制要整個叫噪音 那麼不知道因為干擾生活對身心有不良的影響 可能會是你重聽阿 會是你情緒焦躁阿 內分泌失調阿 什麼之類的阿 然後呢 50分被干擾學習 70分被 120 來看這個 唷唷唷唷 看這個 這個 課本有這張圖 課本有這張圖 你給我稍微看一下 就有人會問你阿 請問你多大聲會影響學習阿 50 我多少會干擾交談阿 70 什麼會讓你經歷受損阿 110 有一些無聊難止會不會在你 所以他稍微給我瞄一 大概幾個就好了 幾個重點幾個就可以了 幾個重點幾個什麼影響學習阿 干擾交談阿 什麼經歷損失阿 什麼之類的可以了 好 所以這是有人會問的 有人會問的 有人會問的 所以要稍微看一下 背一下 有一點小無聊 可是就是有人會問 所以你要看一下背一下 OK 看一下背一下 看一下背一下 OK 好 了解一下 就這個圖啦 課本有 課本有 請回去欣賞 課本 好幾個keyword的 記一下 可以嗎 OK 好 好 哪來的噪音阿 工廠 銀線工地 好 我們旁邊的養褶在蓋的時候 其實還蠻安靜的 雖然他還幫我們學校裝冷氣阿 隔絕一下聲音 可是高導物在蓋的時候 非常非常的吵 因為那時候補所有打裝機要拿一個大 要大重拳 砍砍砍砍 把它打進去 非常吵 現在後來就變進步一點 沒有那麼吵 那次銀線工地 交通工具 你的車子 開過去的封切音阿 喇叭亂按阿 只有什麼都想 就是喇叭不會想那種 OK 昏髒起庭 集會遊行阿 動蒜阿 控意阿 什麼之類的 昏髒起庭阿 然後呢 放天炮阿 吹喇叭阿 吹喇叭阿 吵喇叭阿 寵物阿 小狗小貓小孩阿 蝴蝶 有亂哭啊 喇亂叫 喇亂叫 現在是可能的噪音來源 不過這也有一些麻煩 你在法律上有那種連續性的噪音 跟間斷性的噪音 這個又 取得起來又很困難 比如說 他放片帽很吵 放完就 沒有了 你要再查他他也沒聲音啦 有 有點困難 一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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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另外一種 不要再說了 好 反正這個世界會有噪音來源 要怎麼辦呢 怎麼辦 就 技能要減少嘛 減少噪音嘛 改善生活習慣選擇 這個冷氣機最喜歡打這個廣告 安靜無聲 因為鼓說冷氣真的很大聲 我們打開他又到全世界 我家有冷氣也正在用 然後很大聲很少 所以後來現在有些都打廣告說 我們是安靜無聲的 現在裝那種室外機 室內地奔開那種 炒外面不炒裡面的 就是炒別人不炒家裡面的 因為主要其實在外面 反正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低噪音的機器 大概就是有隔音設備 隔音牆花木 高速公路上面 旁邊會種一些花草 這些中間走到種花草 木地有一個叫做擋光 幫你遮住對象車的光線 因為它會幫忙吸收聲音 那有的時候旁邊會蓋個隔音牆 擋住聲音 聲音跑到那個別的地方 因為像我們每天走過的新生大家橋 那個大灣那邊蓋很多那個隔音牆 免得那個聲音會吵到旁邊的 捷運也會有嘛 所以就是隔音設備 讓它減少我們的噪音 就是告訴一下噪音的意思 房子欣賞一下看看就可以了 沒有這沒有什麼特別 考試要考的機會也很少 可以嗎 可以